泰国受困13人寻货医师进洞评估健康情况 泰国政府今天晚间10时30份宣布受困在泰北睡美人洞的13人已经寻货 全部平安 将先送医师入内检查他们的身体 评估健康状况 并全力抽水设法救出他们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指出 青莱省省长纳龙萨 今天晚间10时30份宣布 受困在美赛睡美人洞的12名孩童和一名教练 晚间被寻货 全部平安 他们躲在比原本预期的巴达雅海滩 Pattaya Beach的沿丘更深入400公尺的高地 由于洞内的水位仍偏高 搜救人员将先送医师进入 评估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 也带助饮用水和可供他们食用的食物 将连夜全力抽干洞内积水 再设法救他们出洞 这支名叫野猪的少年足球队 是青莱省 Tiang Rai 美赛县一所学校的足球队 6月23日下午由25岁男教练带领 12名11到16岁男队员进入荡的人 称未睡美人洞 Tong Wang Nang Nang 的地下洞穴探险 这13人自失连到2日晚间被寻货 总共在洞内受困9天5小时41分15秒